怎麼會有這麼多的人離開他們的崗位呢 疫情過後 難道全世界的人 都開始對目前的工作制度 進行了新一輪的反思嗎 企業們呢 就開始提出了四天工作制 而我們回推歷史呢 我們如今習以為常的 八小時工作制 五天工作制 全部也都是當年辛苦革命而來的 所以我就開始好奇啦 那四天工作制會能夠被實行嗎 欸那當年我們這個八小時五天工作制 又怎麼實行呢 那我們回去看一下歷史事件呢 我們就可以發現一天八小時 一週五天 一週四十小時工作制呢 在差不多十九世紀初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被提出了 但這個提出是提出嘛 當時都是一些勞工組織啊 什麼第一國際第二國際 由他們提出了 但是資本家會理你嗎 所以當時呢 的確到了十九世紀末 一八七零年 八零年的時候呢 美國就開始不斷的出現罷工 A massive stop work movement that would shut the city down it was an unprecedented move 而且那個罷工是幾十萬幾十萬人的這樣 就是為了要求改善 他們的工作制度 工作時間 因為從工業革命之後開始呢 我們就知道那個時候的工作環境 非常惡劣的 資本家就完全真的是在壓榨勞工嘛 當時大家不知道什麼勞工權益啊 不知道什麼薪資啊 這些東西全部都沒有 甚至最初的時候 根本就不是以小時來計算 可能就是以天來計算 那一天就是把你幹到死 所以一周下來你的工作時間 甚至是能夠達到一百小時的 那後來好慢慢的降低慢慢的降低 因為有太多的員工 因為一百小時這種高壓工作 就生病了就死了 那這樣的資產家也不想要 勞工死太快嘛 不然就沒有人幫他們做工啦 所以呢 因為這個原因就好 慢慢降低慢慢降低 到了可能六十小時 但是勞工還是過勞 而那個時候 又在全世界範圍有 社會主義的興起 第一國際第二國際這些東西出來 所以呢也就有非常多的工會 開始呼籲要八小時五天工作制 但這個講歸講 也完全沒有人理他們 所以後來最大的事件 就是在1886年的時候 美國爆發了著名的 甘草市場暴動 而這也是我們現在 五一勞動節的起源 那天是五月一號 那個時候也是 就是在1884年的時候 美國的工會就提出來說 我們要一天八小時 一週五天的工作制度 給你們期限 要在1886年的5月1號給我達成 然後想當然 完全沒有人聽他們的 所以就在1886年的5月1號呢 就集體上街遊行啦 那當然本來也是一個和平示威 到最後就變成引發暴力事件 而死了庶民警察和勞工 雖然制度還是沒有被改變 但是至少通過這個事件呢 當時應該在國際上 開始對八小時五天工作制 有這麼一個概念 就 還有這個東西啊 但是這個東西到最後 是如何真的被實施呢 當時到底 最後是怎麼被確立下來的 居然還是通過資本家呀 福特汽車呢 在1926年的時候 自己引入了八小時五天的工作制度 雖然在法律上面沒有明確規定 但是實際上這個舉動 才真正確立下來了 八小時五天工作制 因為呢 福特作為這樣子龐大的企業 它這樣的動作呢 肯定會帶動整個產業 甚至整個美國進行這樣的改革嘛 其他的公司肯定也會一起跟進啊 那他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事呢 他肯定不是一個慈善家 我們都知道福特是一個 非常厲害的商人 他這麼做對他來講 也是一個商業行為 他就非常有趣的定義囉 他提出 人們有越多的閒暇時間 那麼也就代表 他有越多的消費可能 所以他直接把休息跟消費 是直接掛上等號的 而他這個舉動呢 應該的確也對美國當時的經濟 進行非常大的振興效果 但是很有趣的就是 我們就可以考察 然後看看真的是從工業革命之後呢 人的時間突然變得是有價值的 變成一個衡量單位 大家有沒有看過那個電影叫什麼 時間管理局啊 其實我們真的也就是這樣啊 我們的每一個小時 現在都是被明碼標價的 你想想看福特說的 現在可不只是你在工作的時間 你每一個小時支多少錢可以賺到 甚至是你連在休息的時間 那都是一個價格 那是你在支出錢 你知道嗎 你在工作的時候你在賺錢 你在休息的時候你就在支出錢 我們的時間都跟金錢單位 做得非常直接的捆綁 直接的聯繫 這也就是從工業革命開始之後 進行的轉變 你想想看 以前在工業革命之前 我們賺錢就是 看你賣的一個東西是多少錢 比如說我就生產這個娃娃 不管我用多少時間生產這個娃娃 我就是把這個娃娃賣出去 那個錢就是我的價值 就是我賺到的錢嘛 但是工業革命之後呢 我們的錢是怎麼賺來的 我們是每一個小時就值多少錢 因為就像是馬克思講的 勞動異化一樣 我們不再自己完整的製造一個商品 然後拿去賣 全部的工作細分分化下來之後 每一個人所付出的 都是以時間來做計算 所以呢就變成一個小時多少工資 或者是一天多少工資 所以我們的時間 突然變成要用買的了 我們的時間突然就值錢了 以前值錢的是這個東西耶 現在值錢的居然是我的時間 而福特呢 他又從另外一個面向 講了一模一樣的話 我們不只是在工作的時候 每個小時是有金錢單位的 我們現在甚至就連在閒暇時間 都是有金錢單位的 所有的東西都變成這樣子 以金錢來衡量 以價格本身來衡量 我覺得這個就是 資本主義厲害的地方 或者是可怕的地方也好 而他這個舉動呢 還真的就是確立了這個工作制度 因為一直到了1938年呢 美國才真正通過法律 在法律上面 明文規定了 8小時5天的工作制度 還記得我剛剛講的嗎 工業革命之後 我們才開始用時間來計價 我們所做的工作 但是我們現在距離工業革命 也已經過了不少時間囉 科技的發達 跟我們就是這個結構啊 形態的變化 已經讓我們的工作 不應該再用小時來計算了 大家想想看 當時為什麼用小時來計算 因為是工廠工作 因為是流水線工作 因為這就是不斷的 就重複進了勞力工作 所以那你當然是以小時來計算啊 但是我們現在大部分 白領的工作是什麼呢 我們真的是以你在那邊 然後你按了幾個字 來作為衡量單位的嗎 我們應該是要以生產力作為衡量單位吧 是你做出的那個報告才是重點 而不是你花了多少時間吧 我們早就已經不站在流水線上面了 為什麼我們還在用流水線的方式 來計價我們的工作呢 所以這也是四天工作 是另外一個有趣的地方 它縮短了你的工作時間 但是它完全沒有縮短 你要提出來 你要產出的東西的量 所以呢 它這個是不是變相的 也開始挑戰這種 我們是以小時來計算工資的方式呢 甚至不只是工資本身而已 疫情之後有非常多的公司 都開始實行work from home嘛 而work from home 也讓非常多的公司開始意識到 哇原來我們是不需要在集體辦公 也可以做得很好的 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的 非常多的員工也意識到這件事 實際上 我們思考一下我們現在的工作形式 我們現在的工作內容 當初為什麼會需要所有人聚在一起 有一個辦公場所 這樣的制度呢 其實這整個制度也是工業革命的產物 因為當時是工廠 所以當然所有人就要聚集在那邊 聚集在機器旁邊 而且就像我剛講的 重複性的工作 所以需要以小時來計算 所以你就需要進工廠打卡 然後出工廠打卡 然後來計算你的時間 你就在那邊一直做同樣的事 工廠那些supervisor 然後就監督 每個人有沒有好好的在按他的東西 這是最初為什麼會有辦公室 這就是最初為什麼人們 需要聚在一起工作的原因 因為你看在工業革命之前的話 每一個人就在自己家裡 比如說我做這個娃娃 我就在我自己家裡 我就瘋瘋瘋瘋瘋 我做做做做做 然後我要賣的時候 我可能才到市場上把它賣出去 但是我們現在的工作呢 我們這幾十年來的工作呢 網路已經這麼發達 科技已經這麼發達 電話 手機 email 亂七八糟的 已經這麼發達 我們完全都沒有發現 我們坐在辦公室裡面 我們還在用電腦跟同事交流 那這不就代表著 其實你也不需要一定就在公司裡嗎 實際上我們的生產效率 或者是我們的整個工作內容和形式 早就已經跟當時流水線的 工廠化的工作方式完全不一樣了 我們的工作形式都已經改變了 我們的效率都已經全部改變了 但是為什麼我們工作的制度 卻還跟當初一模一樣呢 這個就是提出四天工作制的人們 也在思考的事情 我覺得其實是非常有道理的 非常明顯我們已經和馬克思所講的那些工人的情況 完全不一樣了 現在世界上大部分工作 好 我不能講大部分工作 但至少在看我視頻的你們 你們的工作 跟馬克思說的在工廠裡面的那種 機械性的那種已經 欸你不要 跟那時候的工作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那為什麼我們還在用一模一樣的工作制度呢 這就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事情 但是有趣的就是這些道理 大家可能十年前也懂 也有非常多的企業家覺得 欸是啊有道理 學者也提出來了 但是那個時候因為沒有疫情 因為沒有這麼大的壓力 需要去做改變 那企業家自然不需要去改變啊 就像是之前這個八小時五天工作制 也是老早就提出了 但是他卻需要透過暴力革命的方式 死人的方式 不斷的罷工的方式 來讓全世界知道說有這麼個事 但是這一次好玩啊 這次疫情直接就 OMG 你不要再煩了 你這樣我永遠都錄不完 但這次有趣的就是呢 疫情的衝擊 就讓這個事情加速了 就讓工作制度的改革 工作制度翻篇又進了一步 我們現在的工作革命 是不是不再需要通過暴力手段 我們是不是不再需要有人流血 不再需要罷工 就可以達成了 而且最有趣的是 我們回過頭來看一下 為什麼這次四天工作制 能夠在西方國家得到這樣大的呼聲呢 不就恰恰是因為 資本主義印了一代堆錢 所有人都拿著股票 所有人的股票都上漲了 所有人都太容易得到救濟金 所以倒逼了企業去思考 他們要怎麼留住這些人才 進而去優化了工作制度 進而可能反而會由企業本身 因為他們有這樣的壓力 企業本身去推動工作革命 這倒不是在說 哦 瘋狂的印鈔就是一件好事 當然可能有很多 經濟啊 結構上的問題 這個就有很多 其他的財經專家 就會有更多的分析 但是我覺得呢 我從我這個切面 我從勞工制度的革命 勞工制度的改革 這一個小小的視角 切下去的話 就會發現非常有趣啊 以前需要通過暴力革命 一個新的制度 才能夠被大家聽到 但是這一次 居然是通過了過度資本化啊 而且工作到底是什麼呢 也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 工作對於人來講是什麼 這就是整個 Great Resignation 留下來最有趣的一個變化 所以現在也有很多公司 打算要開始長期實施 遠距工作 因為終於通過疫情 才發現這整個制度 根本就已經沒有效率了 你為什麼要租一個辦公室 然後辦公室的成本還這麼高 當你發現 在大家根本就可以獨立作戰 甚至獨立工作的時候 效率更高的時候呢 你需要一直坐在辦公室裡面 這件事情真的 對很多工作來講 已經過時了 實際上它可能在十幾年前 二十年前就已經過時了 但是我們還因為很多原因 就沒有意識到 所以疫情真的是一個大的轉折點嗎 它真的是改變了我們什麼嗎 其實我覺得也不是耶 它只是讓我們看到了一些 它是一個觸發點 讓一些本來就已經需要被淘汰的東西 本來就已經需要被優化的東西 現在經過疫情 不得不優化 不得不去面對了 就像是甚至 這一次的這個缺工潮呢 也導致非常多的低端工作 需要被替代 因為勞動力不足嘛 那企業家會怎麼想呢 既然勞動成本越來越高 那這些低端工作 我是不是盡量使用 AI或自動化去替代掉呢 本來我們覺得自動化 本來覺得AI這些東西成本非常的高 所以企業不想要去做 但是現在人力成本已經高到 要比AI還要高了 那這時候當然選擇AI嘛 所以這整個宏觀下來會變成怎麼樣 低端工作呢 大規模的 如果能夠真的清洗一輪的話 那就代表說 我們人類的工作又到了下一個質量啦 就像是以前在工廠裡面有非常多的工作 還需要人去做 但是後來不也被自動化替代了嗎 而這些人並不會失業 只是他們的工作質量會越來越高 他們的工作環境會越來越好 那些最髒的 最勞力的活 越來越下放給了科技去解決 那整個缺工潮 是不是就是倒逼了企業去做這樣的事呢 所以我覺得蠻有趣的 就是一方面來說 當然疫情之後 很多經濟上的問題 資本主義體現出來了 這個看另外一個節目可以講 但是呢 我從這個角度觀察的話 就會發現說 他這種市場自然的淘汰方式 這種你灌了很多水之後 居然 反而有一些東西 他開始自己在做清掃了 我覺得這個還蠻有趣的 當然這只是我的一個片面的觀點 資本主義或者是說 美國的資本主義 有個非常大的缺陷 或者是非常大的重點就是 因為他有美元霸權嘛 啊那這個當然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那他是不是因為通過了美元霸權 所以他才可以在他自己國內做這樣子的清理呢 做這樣子的自我優化呢 這個可能是個好問題 但是總之呢 美國或者是很多西方的經濟體 如果真的開始了四天工作制的改革的話 那我們亞洲雖然可能不會那麼快 但是肯定也會傳導到我們的嘛 所以四天工作制是不是離我們越來越近了呢 而疫情之後 疫情的衝擊 是不是要讓我們更接近回 我們本來人應該有的工作狀態呢 那種馬克思所說的在工廠裡面那種高度 機械性的異化 是不是要被減輕了呢 是不是通過疫情 人們開始反思意識到這件事 並且倒逼到企業那邊要做出改變了呢 還是你覺得四天工作制聽起來非常的可笑呢 可笑嗎 經濟學家凱恩斯還認為2030年的人類 應該是一週工作15小時呢 比四天工作制還要少超過一半 那為什麼我們到現在 還是停留在五天工作制呢 四天工作制不是天方野壇 真正的問題反而是 為什麼現在才提出四天工作制呢 為什麼到現在人類還工作這麼多 為什麼到現在你還在工作呢 為什麼科技這麼發達 生產效率提高了這麼多 我們卻越來越累呢 我們下集再見 哈哈哈 哈哈哈 它是水的